神隐许久的台湾情报头子陈明通 最近终于出现 但却是连海关刷脸照 酒店账单 航班资料都被曝光在社交网络上面 把陈明通的黑律史捋一遍 除了制造两岸矛盾就是失言 仗着蔡英文的脸一路升官全无贡献 本期弯弯发电机提醒台湾民众别再受骗 让民进党这群无能无良的人掌管台湾安全 只会成为台湾最大的不安全 看电影的时候 总觉得搞情报的人 来气 再看看台湾那个陈明通 这来气的动静 大得像台风 那是他自己没用 怎么会有人连脸不识别的照片都会PO 就这还好意思主管安全机构 你这个能力知道吗 他在入委会的时候也自称是大陆通 结果搞得两岸彻底不同 他脸都不要脸 现在当上了情报头头 却是自己的资料先揭露 能被蔡英文看中 身上果然有些与众不同 经验没有 专长不用 有张嘴会放话就够 一个旅行被人网红打卡化 反正能力的吧 他都被公布出来了 天南辣台湾的弹权到底多数 其实他这个行程 早有媒体发现 说他是去躲避他学生的论文门事件 可当时民进党不肯承认啊 还说涉及他们安全能源的都别问 问了也不方便 没过几天 连放电账单都被扒了个遍 这回丽丽怎么不辩解 辩解 要怎么辩解 说陈明通只是跑出去爽玩 要花台湾北市纳税钱 还是承认他本导乱去偷摸稿 却因为太费被攻坚 丽丽哪能拉得下这个脸 你错了 丽丽可以更不要脸 一句认知作战 锅又甩到大陆这边 吼 真把认知作战当OK棒 哪里漏了往哪里贴 就不能排除内斗 北京不会做那么傻的事情 自己就是保密工夫做得不好嘛 被人家发现 检讨我们自己了 之前台湾各种网上看板瘫痪 已经被吐槽有安全的切线 后来传出有导弹从台湾上空会掉 陈明通干脆 一臂眼还骗台湾人说 没看见 再远一点 当初跟着蔡英文飞机抄买事业 不也是你们安全警官的特勤人员 所以啊 民进党做正事没半片 只会靠洗脑和诈骗 抄袭的林志坚都永远会新竹浮显 烙开阿通师 敢不敢回台湾接受检验 啊 今天又是玩玩店 哇 局长的行程被公布了 那台湾的安全怎么办啊 结果呢 民营党呢 他不做这个检讨 反而呢 开始说 哎呀大陆如何怎么样 大陆去公布陈明通到泰国去私人行程旅游 要干嘛 我就不懂啊 这对大陆有任何的好处吗 没有啊 之前啊 大家在讨论这个论文门事件的时候 认为说 能够这么精准的打击林志坚论文的 只有民进党自己 林志坚被逗下来 可能牵扯到的是民进党内斗的问题 就是有人在逗蔡英文啊 哎 这一路顺藤摸瓜 打林志坚 就是要打陈明通 陈明通打下来 当然就是相装舞剑 意在配工 指的就是 对着你蔡英文来干的嘛 只有大陆有能力 公布这些相关的运行吗 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吗 如果美国觉得小英不听话 小英不乖 找民进党内部人 派系人来教训他 有没有可能呢 我想这都很难说 所以合理的 怀疑幕后另有黑手啊